对于德云社头九的八位来说 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头九的八位可以说 个个都身怀绝境 头九出征寸草不生这句话 可不是白说的 也用实力证明了 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今天说的这位 武力值可能没有那么高 相对于其他九字科师兄弟 这位可能稍微收敛了一些 而且因为其斯文气质 还演过几次女性角色 被网友戏称为九字科大师姐 她就是李九春 李九春 一三年拜师是头九中年龄最大的 因为近说时间比张九零晚 所以排在第二 因为其有出色的反串女性角色 也被网友们称呼为春节 九字科的大师姐 春节的名头可以说是非常响亮 时常被师兄弟们砸挂 就连自己也经常砸挂自己 在扮演女性角色方面 刘九如比我还差点 观众们也是在台下大喊春节 虽然没有师兄弟们的武力值 但怎么说李九春也是头九的 杂卦实力上可以说完胜其他师兄弟 杂卦王九龙 吓得张九南和九华都离得远远的 在舞台上杂卦杂哭张九南 李九春对张九南说的那一番话 也得到了许多粉丝的认可 挺过去出头 挺不过去出局 可以说杂卦这一块春节没有怕过谁 他们有男啊 我都是成俱化战这德国社 军国者作 我说我念人 嗯嗯哈哈哈 笑 我确实就笑 这就老二是好 哈哈哈 为什么呢 你要是人呐 这个进步到一定层地的时候啊 一定地步的时候 当你这个面变 而且马上要感生质变的时候 不会出份 都会有一些奉务来考验 嗯嗯 这是个考验 想过你 而如今 头九的其他几位 可以说名气都比李九春要大一些 许多粉丝认为 春姐就差一个好搭档 要不然早就火了 李九春在八队时 也是中流砥柱 舞台上包袱不断 如果不知道 我抢你男人了这个梗 那你一定不是张云雷 杨九郎的CP粉 李九春最早是跟梁赫坤一起搭档 两人一度成为八队的主力 但因为梁赫坤说相声 只不过算是副业 梁赫坤在电台还有工作 后来又跟韩赫小搭档 但韩赫小出去单干了 虽然后来又回来了 但效果不是很好 而且加上李九春 经常支援其他队伍 还是回不去的那种 也导致了如今这种局面 李九春可以说是 德云社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德云社的双数队都去过了 如今又开始 霍霍单数队了 就从七队开始 老娘又换队啊 这个 德云社呀 凡是双数的队我都带过了 二四六八的 我都带过了 现在打算获获单位收到 虽然说是被搭档耽误了 但李九春也没有放弃努力 李九春可以说是 可斗 可捧 可单口的一名相声演员 而且如今李九春 也正式成为九字科 唯一一位说评书的相声演员 成为郭德纲西河门的徒弟 郭德纲西河门的徒弟并不多 云字科两位 赫字科两位 而李九春则是赫字科之后 九字科第一位 从刚开始只能叫 李九春分享会 到如今正式拜师 这背后的努力 可想而知 相信听过李九春说的评书的 都知道 如今李九春的评书之路 已经走上了正轨 相声如今在七队 也有了新的搭档 期待李九春以后 更加精彩的演出 也希望郭老师给李九春 寻摸一个好搭档 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演出